5月28日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第七届就职典礼 在圣格布希尔顿酒店盛大举行 李社朝当选连任第七届会长 蔡晨华连任理事长 顾岩石连任监事长 荣誉会长陈远 荣誉会长兼基金会主席王建伟 新一届领导班子宣布上任 这是美国华人联合总会第七届就职典礼 大家也在为了筹备这个工作付出了很多 这次第七届是一个新的团队 这个新的团队展示了一个包容 传承 以及和谐的这么一个团队 我们也希望在第七届能带领美华总 走得更远 走得更高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刘建大使及夫人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国会议员刘云平 洛杉矶宪宪宪政委员开林巴格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的代表 以及洛杉矶当地民选官员 一百多个侨界社团的代表 共七百多人出席了救治典礼 嘉宾们纷纷登台发言 盛战美华总多年来为社区发展 和美中经贸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刘建大使 对新的一届美国华人联合总会 寄予了厚望 领事班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我想现在这个形势发展很快 中美关系也好 中国经济发展也好 新的形势对我们洛杉矶的侨领 侨舍的自身建设 应该是提出了更高的 更新的要求 我们希望我们的洛杉矶的侨界 能够更加的团结 能够把构建我们侨舍和谐发展 作为一个大家的共识 共同来努力 所以今天到这儿来 也跟大家一起 我们要祝美华总 最近年所走过的路 也祝贺新的领导班子 在今后的两类 更好地团结成员社团 更好地改进自己的会晤 不断地屡次俱进 同时也同我们洛杉矶 其他的兄弟侨团一起 共挪发展 共建和谐 就职典礼后 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这是全美电视台记者 发自洛杉矶 沈盖布的报道